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将继续升息 并在更长的时间内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8月12日至30日 对14名房地产分析师的调查显示 加拿大房价今年的平均涨幅将达到10.3% 低于目前约11%的涨幅 尽管自加拿大央行3月份开始上调隔夜利率以来 房价已下跌近6% 但分析师们表示 房价恢复可负担性还需要数年的时间 预计明年加拿大平均房价将下跌7.8% 远高于三个月前预测的2.2%的跌幅 如果一旦成为现实 这将是至少自2005年加拿大房地产协会 开始收集房价数据以来的最大跌幅 加拿大皇家银行助理首席经济学家罗伯特·霍格表示 大流行可能还没有结束 但大流行时期的房地产市场繁荣肯定已经结束 由于央行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房价可能还要好几个月才能见底 8月26日至9月1日进行的一项调查中 超过四分之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 加拿大央行加于下周加息0.75个百分点 达到3.25% 今年7月 加拿大央行将基准利率上调了一个百分点 是自1998年8月以来加息幅度最大的一次 大流行初期 央行大幅削减利率至接近零的水平以来 在今年3月开始加息前 利率一直为0.25% 提高利率会推高整个经济的贷款利率 使加拿大人和企业的借贷成本更高 央行希望通过提高债务成本 让经济支出放缓 通胀将会降温 然而 霍格表示 央行7月13日大幅加息100个基点 给市场泼了一盆冷水 让一些买家失去了获得抵押贷款的资格 尽管 通胀率从6月份的近40年高点8.1% 小幅回落至7月份的7.6% 但加拿大央行行长迈克伦表示 在一段时间内依然将处于过高水平 这意味着今年已加息225个基点的央行 依然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预计 央行将在10月份加息25个基点至3.5% 在回答另一个问题时 所有17名经济学家都表示 风险倾向于高于他们目前预期的隔夜利率峰值 大温的房地产市场正经历一个较为平静的夏季 主要表现在销售和挂牌活动减少 大温地产局报告称 该地区2022年8月的住宅销售总额为1870套 比2021年8月记录的3152套销售下降了40.7% 比2022年7月的1887套销售下降了0.9% 上月的销量较8月份 10年平均水平低29.2% REBGV经济和数据分析主管安德鲁利斯称 随着通胀压力和利率的上升 今年夏天买家和卖家活动低于我们的长期季节性平均水平 市场状况的这种转变导致过去4个月价格小幅下跌 2022年8月在大温的MLS系统上有3328套独立屋 联牌和公寓物业新挂牌出售 这与2021年8月上市的4032套相比减少了17.5% 与2022年7月的3960套相比减少了16% 目前在温哥华地区的MLS系统上挂牌出售的房屋总数为9662套 与2021年8月相比增加了7.3% 比2022年7月减少了6.1% 对于所有房地产类型 2022年8月的销售与活跃上市比例为19.4% 按房屋类型来看 该比例为12.2% 连排住宅为25.3% 公寓为24.8% 温哥华地区所有住宅物业的MLS房价指数综合基准价格目前为1180500元 这比2021年8月上涨了7.4% 与2022年7月相比下跌了2.2% 2022年8月独立屋的销量达到517套 比2021年8月记录的945套下降了45.3% 独立屋的基准价格为1954100元 这比2021年8月增加了7.9% 比2022年7月减少了2.3% 相比之下 2022年8月的公寓销售量达到998套 与2021年8月的1631套相比下降了38.8% 公寓的基准价格为740100元 这比2021年8月增加了8.7% 与2022年7月相比下降了2% 2022年8月的联排屋销售总量为355套 与2021年8月的576套相比下降了38.4% 联排屋的基准价格为106万9100元 这比2021年8月增加了12.7% 与2022年7月相比下降了2.5% 法定记录显示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有可能会被传唤 在定于本月开始的一起集体诉讼中出庭作证 该诉讼旨在为寄宿学校造成的文化破坏寻求赔偿 代表325个第一民族的律师 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该国所被承认的第一民族的一半 正在寻求传唤特鲁多和皇家土著关系部长马克米勒 通过Zoom站在证人席上 面对他们过去发表的与寄宿学校有关的声明是否真诚的问题 其中包括特鲁多和米勒都表示 加拿大对寄宿学校的政策是为了同化 总理公开说的话 与加拿大在法庭上采取的立场似乎存在矛盾 民族议员Selina August说 我们和法院需要知道加拿大的实际立场是什么 总部位于多伦多的Widewell Phillips律师事务所 是参与此案的三家律师事务所之一 该公司的约翰·菲利普斯说 预计将在本周末之前提交要求传唤的动议 加拿大司法部在其提交给联邦法院的一封信中表示 他计划反对传唤 加拿大的立场是未经许可不可批准这种传票 在这种情况下不应该提供这种许可 由加拿大司法部高级律师诺恩·阿奇斯签署的信中写道 不过 米勒办公室的一封电子邮件声明表示 加拿大司法部尚未得到任何指示 关于加拿大将如何回应传票的发出 声明说 联邦政府致力于伸张正义 并从寄宿学校带来的创伤中恢复过来 声明说寄宿学校是可耻的总理办公室引用了米勒办公室的声明 该案将于9月12日在温哥华联邦法院开庭审理 一直持续到11月 该程序的第一阶段将围绕确定加拿大的责任展开辩论 第二阶段将侧重于损害赔偿 这是第一起与寄宿学校相关的诉讼 要求联邦政府赔偿寄宿学校对整个原住民民族的影响 加拿大皇家银行的研究人员呼吁紧急修改加拿大的移民程序 以便将优秀的国际学生留在加拿大填补关键的劳动力短缺 首席研究员Ben Richardson和编辑Husin在RBC思想领袖的新论文中说 从成为国际学生到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的道路不是一条直线 研究人员解释说 一旦成千上万的留学生完成学业 就会发现自己走失在这个迷宫中 这个迷宫就是通往永久居留权的道路 复杂系统程序可能会把合格和急需的工人拒之门外 研究人员写道 浏览一个复杂系统增加了学生的压力 并可能阻止许多学生追求他们的加拿大梦 根据RBC经济学的另一份报告 截止2022年6月 加拿大企业发布的职位空缺比疫情前多出了70% 但这个企业的失业工人比2022年2月时少了13% Richardson和Husin认为 医疗工作的短缺游戏给加拿大敲响了警钟 使其在扩大和保留国际学生库方面更具挑战性 他们提出了七项建议 以留住在加拿大的留学生 同时填补关键行业的工作岗位 比如说科学 科技 机械 数学 医疗保健和绿色行业 专家认为其中一个问题是 学习许可证持有人每周只能在校外工作20个小时 而缺乏工作经验是学生毕业后找工作的一个关键障碍 这也使得他们在获得永久居留权时处于不利的地位 鉴于劳动力市场的紧张 研究人员认为有理由允许国际学生在其学习领域 积累更多的加拿大工作经验 报告还称 国际学生与劳动力市场脱节 已成为从课堂到永久居留权过程的一个弱点 国际学生选择的课程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之间存在一些错位 移民部长弗雷泽在上个月的一次采访中说 加拿大政府正在计划开始对特定职业的永久居民 以确保劳动力短缺最严重的行业更好的匹配 数据显示 建筑工程食品服务和医疗保健是最难找到工人的行业 劳动力短缺已经导致加拿大企业的收入损失和项目取消 并使公共卫生保健系统更加紧张 加拿大皇家银号的研究人员说 该随着全球人才战争的升级 加拿大需要加强其政策以保持其优势 联邦政府的奢侈品税于9月1日生效 主要针对豪华汽车、私人飞机和游艇 奢侈品税的计划最初是在去年的联邦预算中引入的 但直到2022年4月才出台了一项颁布该税的法案 精选奢侈品税法于2022年6月获得皇室批准 联邦财政部长兼副总理方慧兰表示 这项税收将有助于帮助 确保加拿大最富有的人缴纳公平的税款 但此去也遭到了飞机和船只制造商的批评 他们表示税收可能会扼杀他们所在行业的就业机会 奢侈品税引起了航空、航天和海洋制造业者的批评 他们称这种税收是扼杀工作机会 2021年12月加拿大国家船舶制造商协会发表了一篇论文 详细说明了该税如何导致船舶经销商的收入减少至少9000万元 将失去900个全职工作岗位 协会认为此税不会让富人受到影响 却直接惩罚了经销商、制造商和劳工 代表航空业的组织也在2022年5月致函沃泰华 称这项税收可能导致10亿元的收入损失和1000多人失业 方黄兰表示 能负担起豪华汽车、飞机和船只的人 支付额外的税款是非常合理的 千呼万唤 温哥华港湾终于为广大粤语观众朋友们增设粤语新频道 大家好 温哥华港湾粤语台和你粤语观星大奔与世界 粤语新频道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前往观看和订阅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